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尋節目時間 我是威榮妍 今天和大家講故事前先賣一下廣告 有部電影叫做《海的盡頭是草原》 正正在內地上演 這部電影是我們香港著名導演 以東昇先生撿到的 雖然我不知道遲些香港會否可以做 但如果有的話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去戲院看 因為這部電影所講的那段歷史 我相信大家聽完必定會有很大感觸 這部電影是根據我們國家一段 三千孤兒入內蒙的真實歷史改編 是講愛和舊熟的感人故事 雖然我們未能看電影 但相信歷史會更加震撼 所以我今天在K2搜尋 特別為大家講述一下這段鮮為人知的感人歷史 三千孤兒入內蒙 單是想像一下 已經覺得這是令人動容的畫面 而這三千個更加是上海的孩子 到底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要令到三千個上海的孤兒 走入內蒙的大草原生活呢? 鏡頭要回帶到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9年至1961年 這三年新中國發生了一件很慘烈的事 歷史上叫它三年自然災害 又或者叫三年大饑荒 由於當時錯誤地推行大躍進運動 搞垮農業 令到全國陷入糧食短缺和大饑荒 對國民經濟和生活造成極沉重的打擊 素來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江南也不能幸免 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方的孤兒院裏 孩子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上漲 上海兒童福利院門外經常發現大批棄嬰 這些棄嬰裏有烈士後裔 亦有很多人實在沒有糧食養不了子女 於是半夜靜悄悄把孩子送到孤兒院 更有些是大人餓死了 留下沒有人照顧的小孩 這些被遺棄的小孩 國家揹起了撫養他們的責任 但在全國糧食都短缺的情況下 孤兒院開始自顧不下 面臨斷糧危機 孤兒院負責人決定將情況上報中央 黨中央知道後 對這些孩子高度重視 搞盡腦汁想解決辦法 這時候 內蒙古自治區裡的烏蘭夫主席伸出援手 因為當時內蒙主要以畜牧業為生 水稻減產對他們的影響相對較少 於是烏蘭夫主席提出一個建議 他說 牧民最喜歡小孩 可以把小孩送來我們 1961年 一通電話改變了這3,000個孤兒的命運 周恩來總理聽取了烏蘭夫的方案後 當機立斷地說 我同意你的提案 請立即做相關的準備 而烏蘭夫主席也在電話裡答應周總理說 我們接一個、活一個、撞一個 即是說要接孩子回來 令到他們能夠存活 令到他們變得更強壯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 三千孤兒北遷行動正式展開 整個遷移行動 是由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比書長 習仲勳負責 習仲勳也是我們今日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爸爸 就是他帶領著一班人 將江南的孤兒送到內蒙交給牧民撫養 內蒙古自治區在確定接受來自南方孤兒後 主席烏蘭夫立即通知相關部門做好準備 並且派專人去到上海 除了探望孩子也看看他們的情況 為他們進行了詳盡的身體健康評估 即將有三千個南方孤兒來到大草原生活的消息 很快傳遍整個內蒙古 牧民很開心大家奔走相告 年老的奶奶、中年的婦女、新婚的夫婦 有些騎著馬、有些拉著蒙古人的勒勒車 趕幾百里路來報名想收養這些孤兒 據統計 由1960年至1963年 內蒙古先後接收了三千個來自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孤兒 這班小孩我們稱他們為國家的孩子 而這班收養南方孤兒的母親就是草原的母親 他們也會為這班小孩改一個蒙古族的名字 當時的中國其實還在用糧票、米票、肉票、報票 來買東西的年代 很多牧民為了迎接這班國家孩子 故意儲起了他們自己的報票不用 大家夾夾埋埋總共湊足足一萬呎的報票 送到上海委託相關工作人員 幫這班孩子做好合適的衣服 他們說因為草原風大 南方的小孩一定不習慣 怕他們凍傷 所以要做厚一點衣服給他們 考慮到兩地文化氣候的差異 大家除了怕孩子不習慣內蒙氣候 也擔心小孩吃不習慣當地的食物 因為牧民的主要食物是麵 很少吃飯 於是烏蘭夫特別向國家申請了 為這班孩子專用的大米和白糖 並且將這些物資統一保管 規定凡是有領養南方孤兒的家庭才可以拿到 而他們拿到這些大米回家後 不可以自己用 只能用在孩子身上 還有很多 例如小木床、小板椅、小毛毡等等 各式各樣有關小孩子的用品 牧民一直在麥羅緊咕地準備 務求令這班孩子很快適應到草原環境 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 為了能好好地撫養這班孩子 內蒙古政府一早就請了一班專業人士 對幾千個會接收孤兒的牧民家庭 進行了系統性和全面性的教育和訓練 當孩子到達那天 很多牧民都自發騎著他們的馬 奔赴幾百里 去到車站迎接孩子 甚至有一些根本沒有領養孩子的牧民 都千里迢迢地趕來 他們為了令這班孩子看到 內蒙古人對他們的熱情 當時的交通很落後 由上海到內蒙古 坐火車都要坐三天三夜 長途拔洩 再加上兩地的溫差 這班虛弱的孩子 大部分只有幾個月大 他們能否捱到內蒙呢 為了能確保這班孩子的安全 內蒙古這一邊 特意派了三名醫護人員 去到上海接這班孩子 這三個醫護人員分別是 來自內蒙古包頭市第一附屬醫院的 醫科主任劉麗恩 第一附屬醫院的外科護士長黃信生 和包頭第二附屬醫院的 醫科護士長胡錦蘭 他們每個都是獨當一面的專家 當時護士長胡錦蘭 更加懷有四個月的新人 但聽到這件事 立即以不用詞地 搭上上海的火車去接孩子 當這班小孩由上海 搭著綠皮火車來到內蒙古 一落車 那班牧民見到他們 他們心都碎了 因為他們最大的都不過七歲 最小的還是BB 個個都骨瘦如柴 好怕地打亮著這個新環境 和這班陌生人 很多牧民見到這樣 都當場流下眼淚 孩子雖然平安到步 但他們的健康情況真的不樂觀 於是烏蘭副主席決定 先不要帶他們回家 他們全部都要在市中心 做一次全方位的身體檢查 有病的、虛弱的 就先調理好身體 才去他的領養家庭 這班孩子先被安排去到保育園 第一先調理好身體 第二等他們慢慢適應 木區的氣候和飲食 內蒙古政府特別在木區 挑選了一批讀過書 有學識的年輕人 經培訓之後 將他們分配到各個期的保育園裏 做保育園 而19歲的都桂馬 就是其中一位 保育園是這班國家孩子 來到內蒙的第一站 名字叫保育園 其實都是蒙古包 19歲的都桂馬 就在來蒙古首府 呼和浩特100公里遠的 一個叫做四子王旗的地方 他在這裡的保育園 照顧了28個上海來的孤兒 都桂馬本身其實都是一個孤兒 小時候父母離世 全靠外婆、姨媽和草原的同胞 將他照大 所以當他接到這個任務 說要去照顧這班國家孩子的時候 他又驚又喜 怕的就是因為他只有19歲 未結婚也沒有照顧過孩子的經驗 而喜的就是因為他自己也曾經失去雙親 很明白沒有了父母的孩子需要 都桂馬負責照顧的28個小孩 最年長的都未夠5歲 而最小的只有8個月大 還睡在床上玩口水波 他們個個都很瘦弱 比草原上剛出生的楊膏更瘦弱 而都桂馬就和他一個助手 日以繼夜地看著28個孩子 煮飯、餵奶、換片、洗衣 教他們唱兒歌、和孩子一起玩 哄他們睡覺 總之每天由早到晚忙過不停 在蒙古包裡 都桂馬把孩子的床擺成圓形 自己就躺在中間 這樣晚上無論哪個孩子哭醒 他都能夠用最快的速度去照顧他們 你想一下28個小孩 只要有一個人哭 其他就會跟著哭完一份 那一晚都桂馬就不用睡了 可以想像這份工作有多辛苦 即是只有19歲的都桂馬 有時晚上都忍不住會躲在被鬥裡 自己都在哭 如果哪個小孩肚痛、肚餓、感冒發燒 就更慘 不管是半夜三更 還是大雨大雪 都桂馬都要出去找醫生 有幾次 在最寒冷的夜晚 都桂馬都是這樣 一樣是騎著隻馬 飛鞋在草原上 甚至試過因為出去找醫生拿藥 被狼追 他的辛勤付出 終於得到回報了 年紀最小的孩子剛剛學說話 第一個開口說的字 就是額吉 在草原上 額吉就是媽媽的意思 其他小朋友一聽到 都一起爭先好後地叫他額吉 還未結婚的都桂馬 一下子就成為了28個孩子的媽媽 那個晚上 他又再次躲在被頭裡偷偷哭 不過今次的就是開心的眼淚 在都桂馬10個月的精心呵護下 28個體弱多病的孩子 很快就適應了牧區的生活環境 個個健康強壯地 被送到他們領養父母的家庭裡 真正實現了接一個活一個 撞一個的樂言 湊完這班小孩 都桂馬就去了學醫 因為草原上找醫生很困難 很多女人都是因為生兒子難產而沒了條命 於是都桂馬讀完婦產科後 就揹著藥箱騎著馬 在草原上四處奔波和人接生 他還創作一套 在木區簡陋條件下的獨特接生方法 十幾年間拯救了四十幾位草原上 年輕母親的性命 迎接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生命 好像他十九歲時做的事一樣 都桂馬一生致力拯救生命 他的故事在內蒙古一直被人稱重 於是在2019年9月29日 都桂馬獲授頒人民皆無的國家榮譽 還是習主席親手頒給他 都桂馬撫養過的二十八個國家孩子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 他們有些做了幹部 有些做了老師 也有些手握馬鞭 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牧民 不過無論他們工作再忙 住得再遠 都會不時回去探望都桂馬 陪伴他這個內蒙古第一個額吉 喝杯熱奶茶 近年這班孩子和都桂馬更加開了微信群 將天南地北的二十幾個人連在一起 都桂馬經常透過微信 和孩子聊天問他們近況 而孩子亦喜歡和他們的草原母親 分享生活的甜酸苦辣 這批孩子現在已經兒孫滿堂 家庭幸福 不過都桂馬還有遺憾 他一直覺得自己對孩子有虧欠 遺憾些甚麼 原來他是說沒有好好記住他們 每一個孩子的漢語名字 因為早幾年有孩子回到上海尋親 但因為不知道自己原來的漢名 所以就找不到家人 都桂馬說 如果當日我能夠記住每一個人的漢族的名字 他們尋親的機會應該會大一點 但其實當年都桂馬一個人照顧二十八個小孩 忙到天分地暗 哪有心思記那麼多東西 加上他是蒙古人 本身不懂漢語 怎可能記到呢 但他作為一個異族人 對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都可以傾盡愛心去照顧 正是這一點已經很值得敬佩了 大愛無疆 漢族的孤兒和蒙古族的母親 一起寫下這段超越地域和血緣的傳奇 我們在節目開始都提到 一套有關這段歷史的電影 《海的盡頭是草原》正正在內地上演 而這套電影的出品人和總製片人于東就說 這段歷史觸動了我們創作團隊所有人的心 我們希望影片傳遞的精神力量 能夠感染當下的年輕人 如果說收養一個孤兒 是表現出一個母親的善良 這樣一個民族收養了三千孤兒 表現的正正就是這個民族的大愛 好了 今日節目時間又夠 下星期我葳榮妍會繼續和大家 在KIDO搜尋說新的故事 拜拜